接着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的是房市了 您知道现在买气到底有多夯吗 中央银行公布了去年12月 五大银行新增购物贷款 是创下了这个房地和衣税 上路以来的五年来新高 高达了683亿元 而房仲业者也做出了统计 全台房价前三高 前两名是在双北市 这并不意外 不过第三名并不是在台中 也不是在高雄 反而是在新竹 我们带您了解原因 房市火热 房价也重新洗牌 全台房价前三高的县市 双北市包办前两名 第三名居然是新竹 竹科的话 各大厂进驻之后 不断带入了这个大量的就业人口 在地购买力相当强 那需求也很强 房仲业者统计去年平均成交单价 分别是台北市每平67.5万 和新北市34.8万 而新竹因为竹科发展推升房价 每平已经来到21.2万元 而根据央行公布去年12月 五大银行的新增购屋贷款 高达683亿元 是房地合一税上路以来的五年新高 这种建商跟银行同一谈的这种专案产品 它这个贷款条件通常会比较好 比如说它贷款成数可能比较高 以及它这个利率相对比较低 那再加上这个利率低 然后市场有之充沛这样子多方面的 这个利多因素之下 买方购物的意愿大幅提升 但是去年12月央行祭出了打炒房措施 房市买气会不会继续热下去 接下来还得密切观察 华市新闻鲁铃薛松前台北报道